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百名准妈妈与家属们聚集一堂 一起学习孕期体重管理知识 请关注本期吉林卫生 孕期体重管理 为什么黑色食物最补肾 冬天补肾最合时宜 现代的营养学表明 食品的颜色与营养的关系极为密切 食品随了它本身的天然色素由浅变深 其营养含量愈为丰富 结构愈为合理 而黑色食品可谓登峰造极 黑色独入肾经 食用黑色食品能够益肾强肾 增强人体免疫功能 延缓衰老 母婴公益大讲堂 是博大喜宝妇产医院举办的大型公益讲座 授课内容围绕自然分娩 母乳未养 孕期保健 母婴护理 营养膳食和孕产妇心理保健等 讲师阵容非常强大 本期母婴公益大讲堂 就是由博大喜宝妇产医院的业务院长 郑盈为大家带来的孕期体重管理 体重管理特别特别重要 可是大部分人他不这样认为 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提出来呢 因为我们国家这个计划生育的政策 是导致这一代人都是独生子女 所以呢他们这个体重管理 就是都不明白 所以导致了很多并发症的出现 比如说我们国家所有的孕妇 近几年超纵的水平 应该达到80% 所以必须要引起重视 郑盈 长纯博大喜宝妇产医院业务院长 知名专家 曾在市妇产医院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35年 担任产科主任15年 多年致力于孕期监测 个体化孕期指导 对妊娠期病发症的诊断和治疗 有丰富的经验 省内率先引进 公进环扎术治疗习惯性流产 对各种IVF 认证期高血压 及多孕症的保胎等 有独大的见解 在政院长那里我们了解到 孕期体重异常 不仅会影响宝宝的发育指标 还会对孩子一生的健康 产生远期影响 因此准妈妈要学会 关注孕期体重增长的情况 依据自身的孕前体重 来指导孕期总体体重增长范围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孕妇 你在怀孕之前 就要把自己的体重指数算一下 大家知不知道体重指数怎么算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是米就得了你们的是体重指数 体重指数 如果21到28之间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体重 然后根据这个标准的体重 比如说特别偏瘦的这些患者 他可能长的体重 就可以长到40几 那些体重特别过大的那种 比如说32的那种体重指数 那他可能整个孕期就能长十几斤 所以就得看每个人 所以不一样 不是一个标准 而是看他原来的体重是多少 听了郑院长对孕期体重管理的分享 广大孕妈妈都默默地计算着 自己的孕前体重数值区间 按下决心控制好整个孕期体重的增长数 因为我们独生子女 所以一家有很多老人 他们就是怕这个孩子营养缺乏 所以不停地补 所以导致他们体重过大 而且他们自己也认为 怀孕育一个孩子也要增加营养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 我们的食物结构都是很有营养的 不需要特殊的增加很多 而且我们的孕妇她运动要少 所以导致我们孕妇的体重增加太快 给以后的孩子的成长 她自己的成长都会有很多弊病 除此之外 体重异常还会限制分娩方式 有时还会导致孕妈妈分娩时 发生意外情况 每讲一处要点 郑院长都会在细节之处 不厌其烦地叮嘱准妈妈和家属 并且纠正大家的错误观念 首先对妈妈来说 就是比如说认真机糖尿病 认真机高血压 然后还可能导致巨大胎儿 如果巨大胎儿的话 她共腔的压力增大 她可能就早产 胎门早破早产 另外对胎儿的影响 比如说这个孩子长大以后 可能也是个糖尿病 而且这个孩子长大以后 就是成年人以后 她可能导致心脑血管的疾病 糖尿病这些都可能跟着她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 就应该早早地控制体重 比如说孕妇 早孕期间是可以体重下降的 然后中孕期间长得比较慢 但是32周以后 她的体重就迅速长 所以你早孕期间如果长了很多 那你想到晚孕期间再控制 肯定来不及了 母亲和胎儿的所有营养物质 都是从母亲在孕期每天吃来的 因此饮食大有讲究 现代社会物质极大丰富 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但作为孕妇来说 一定要知道怎么吃才科学 怎么吃才能让母婴都健康 这个可能和营养就更有关系了 脂肪特别高的 就是尽量少吃 多吃一些青菜 另外我的经验是这样 你比如说你一天的食量是一斤 这一斤如果你是分两顿吃 早一顿晚一顿 这个肯定会长体重 如果你给它分成五顿吃 五顿吃就是少食多餐 它就会很少影响血糖 所以就是孕妇不能吃得特别特别饱 但是你可以加餐 两顿正餐之间可以加一次餐 这样的话就是吃得就更好 另外还要增加一个餐后的运动 但是这个运动就是丈夫牵着你的手 那种散步是不行的 你就散步两个小时 也消耗不多少能量 要快走快走的指标 要半个小时 你要让自己的心率达到90次到110次之间 这才算有效 所以运动也很有学问的 你得知道怎么运动 运动达到什么样程度才有效 博大喜宝妇产医院 每期的母婴工艺大讲堂 都为孕妈妈设置了放松小游戏和抽奖环节 本期的奖品也是非常丰厚 保证每一位听众不需此行 收获满满 了解的每周我要增加半斤的体重 不能超过 然后还有那个美餐前餐后的血糖 一定要控制好 少时多餐 餐后半个小时运动 然后了解的挺多的 我觉得今天收获挺多的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这种 孕妈妈课堂 感觉以后还会经常来参加 专家总结 孕其体重管理得当对妈妈的益处 一 有益于顺产 二 有助于妈妈快速恢复体型 三 减少各种并发症的发生 四 减少难产与早产的发生 五 有益于黄金母乳时期的母乳未养 对宝宝的益处 一 有助于提高宝宝的抵抗力 二 减少低体重儿与巨大儿的发生力 三 减少亲生儿窒息与死亡的发生 四 有助于提高宝宝的早期学习能力 节目的最后呢 吉利卫生提醒各位孕妈妈 要想孕期规避母亲和胎儿的风险 增加安全指数 最重要的莫过于孕期的体重管理 只有做好它 才能使母亲更健康 宝宝更安全 好了 观众朋友们 本期吉利卫生就到这了 我们的24小时新微热线 043188501234随时为您服务 您的健康有我们的牵挂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